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帶大家去到這家叫Prince Cake Heart Workshop 的地方 學做熊貓麵包 其實到了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首先就是把麵粉 它已經攪好了酵母、糖、低筋麵粉、鹽等 份量我稍後會在blog上發出來 攪上牛油和水 然後把麵團搓勻 最初麵團搓好後 就會是這樣的 豆皮拔麵 之後就會變得很滑 因為你要是一直打 是一直打 是一直打 這個簡直是耐力的挑戰 我就不斷打中 打成30分鐘 這個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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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很漂亮 好漂亮 我的天啊 我現在很累 不要看很輕易 我這條片足夾快了三倍 所有的鏡頭都會 不過之後我們的步驟就是 要等它發酵 工作人員會幫我們用油和保鮮紙 封著麵包 讓它沒有黏著海 下一個步驟就是 分開gm數 因為麵包本身有三種顏色 綠色、白色和黑色 黑色的地方就是 撈粥碳粉 紅貓耳朵和眼睛 綠色的部分就是 紅貓麵包的外圍 白色的地方就是 紅貓的臉 我現在在做綠色的地方 就是外圍的地方 撈的就是綠茶粉 撈好之後 就會有一個綠色雪糕的物體出現了 之後我們會做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是撈粥碳粉 為什麼要做到像餃子一樣呢? 是因為不想粥碳粉 就沾不到手 否則你的手會變黑了 你看看其實我的手也變黑了 不過隨便擦一擦 擦上麵條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分成四等份了 兩顆是耳朵 兩顆是耳朵 兩顆是眼睛 現在等它發起發酵 應該會 現在很大 這個 現在又比旁邊更大 這個可以休息一下 很累 我有點失手 因為我放得麵團太近了 白色的麵團 就有點黏了 上去綠色的地方 就當個不錯吧 之後就到擦麵團了 擦麵團 綠色的要先擦 就要放著那個 紅貓的樣子 綠色的那個 就要跟那塊 就是我們之後裝的那個器皿 就差不多大 或者要大一點點 之後你記得要切一條 綠色的出來 因為兩隻耳朵之間 要找一條麵團 就相隔著它們 如果不然 等一下它們漲起來 會黏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個 連著耳朵 或者是變成一個 紫菜 飯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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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擦的就是白色麵團 是給臉的 你記得要留一條 大概一條 手指尾這麼粗的麵團 用來隔開眼睛的地方 插好之後 就放上去麵團上面 那 記住眼睛那個麵團的擺位 應該是在耳朵的 對落 剛剛對落的位置 不過其實也有點撞手臣 這個位置 因為你也要捲起來 為什麼太近 又會變成豆雞 太近又會變成蛇蜊 不過這個東西 也是這個麵包的美妙之處 你不焗出來也不知道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 好 現在正在做麵團的動作 就把白色的麵團兩邊黏起來 然後就放到綠色 你看到這個麵包 如果太乾 就需要用水褲捏緊它 因為我們也是一個冷氣環境 在這裡做 所以這個麵包的表面上會有點乾 可能給冷氣抽濕 抽走一些水分 同樣綠色麵團 左右包好之後 也要封前後兩個口 好 接著就要入焗盤 你就把它翻轉 當然爆邊那個地方 向底 遮掃 然後這個焗盤 其實也有點巧妙的 原來底部是有點疏氣的 然後麵團 就要放到一些比較溫暖的地方 去發酵 大概七八成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進焗爐了 這裡 好餓 十九 十九 十六 哇 二十 二十 我那個有個胎記 有個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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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白色的那個 放了一點點進去 他說 切開之後 不要打開 值得一讚 說到麵包師傅 全部都很搞笑 輕輕睡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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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會請我 帶領大家進行場 我今天請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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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數完之後 數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一起開 這樣 發尾了 一二 三 好可憐 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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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二 哇 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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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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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好美啊 好美啊 為什麼會這樣 1 2 3 OK啊 OK啊 超開心啊 好美啊 好美啊 3 3 1 2 好美啊 你看那隻渣和它有點噴噴 好美啊 太小了 遠看好可愛 好美啊 對 我們要踢回家了 這次做麵包的活動 其實所有東西都很好的 無論是導師 各地的氣氛 全部都很好的 是貴一點點 我想大概每個人三百六十八十元 我們都忍不住馬上拿走 已經拆了麵包來吃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分享 我之後會有更多視頻的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分享到這裡 拜拜